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邓公起起落落 历经磨难后 终于在1977年 等到复出工作的机会 对此 党内有四位重要领导 表示全力支持 但也有两人持反对意见 那么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 话老又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为何在邓公复出前的会议上 提出三点要求 百度一下邓公复出 获取更多相关故事 1976年 在国家发展逐渐不正轨后 首位提出让邓公复出工作的 正是叶剑英元帅 但他知道 当时邓公仍背负着 留党查看的处分 如果直接出来工作 应该也不太现实 除了这点原因之外 邓公的身体状况 也不允许他承担过多工作 同于12月 他应潜力限颜 不得不入院治疗 医生表示 如果不及时做手术的话 病情会更加严重 后期更是会反复发作 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 邓公终于下定决心 做手术 好在一切都很顺利 他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后 身体恢复的还算不错 除了叶帅之外 还有三位党内领导 全力支持邓公复出 他们分别是 王震将军 陈云和李先念 但与此同时 也有两位领导 对邓公复出工作 持反对意见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 却是一位经验十足的农业专家 他勤劳朴实 为人正直 民众亲切地称其为永贵大叔 然而陈永贵在诸多方面 和邓公意见不合 觉得对方没有按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办事 于是 他多次向话老提出 还是不要让小平同志付出 不仅如此 在邓公复出后的一次会议上 他更是出言不逊 没想到 咱们还有机会一起共事呢 小平同志 这回可要注意了 可别再犯错误了 听了陈永贵的话 邓公没有当面回队 他面带微笑的请陈副总理多多指教 另一位持反对意见的 则是曾任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 他不仅在毛主席身边 负责警卫工作多年 还在解散小团体的行动中 贡献突出 位高权重 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 在特殊时期 汪东兴还多次帮助过邓公 但为何到了1977年 就反对邓公付出了呢 因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 汪东兴对北人的感情置身 他和华老一样 都是两个凡事的拥护者 而邓公在当时 恰恰是反对此方针政策的人 所以汪东兴并不看好他 甚至还说过一句 他那两下子不太行的话 那作为当时的领导人 华老又是什么态度 其实啊 他自始至终 都是非常支持这件事的 在政治局会议上 华老对此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 邓公付出是必然 第二 要堂堂正正的请他出来工作 第三 在登公付出前 要先做好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 华老却是高瞻远瞩 是特殊时期 了不起的为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听了这段故事 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会